前面我们介绍了周期性速度波动 以及它的调节方法 要安装飞轮 用飞轮来调节它的速度波动 但对于非周期性速度波动 它速度波动是非周期性的 那么这种系统能否用飞轮来调节呢 它没有周期性 飞轮的作用是一个周期内储存能量 释放能量 但非周期性速度波动 它是由于比如说载荷的突变 在某一阶段突变 使系统的速度降低或者减少 比如说加工工件的时候 毛培里有夹渣 那么这时候它有一个速度的突变 但这个不具有周期性 电厂这个机械在运转过程中间 某一个时段 比如说白天的时候居民去整个的灯都灭了 或者说某个工厂某一天停工了 那么电厂这种突变是不好预期的 那采用飞轮 这种非周期性的速度波动 来调节是不可以的 因为它没有周期性 没有这个储能 释放能量这样一个过程 那需要寻找其他的办法 那我们简要来介绍两个简单的 这个非周期性速度波动的调节方法 一种就是这个系统本身有四条性 系统本身有四条性 我们看这个图 如果这个系统它的驱动力距 驱动力距随着转速 这个升高 这个驱动力距降低 这么样一个系统 同时它转速的升高 阻力距提高 这样系统 我们比如说 现在这个系统工作在 稳定工作在S点这个位置 当外边突然有一个载荷的变化 比如说它的驱动 驱动力距 小于阻力距的时候 小于阻力距的时候 从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看出 现在它稳定在S点工作 那么当驱动力距在某一段时间达到这个 小于这个 比如说在A这个位置 比如说阻力距在这个位置 突变到那儿去了 突变到那儿去了 突变到那儿去了以后 现在驱动力距小于阻力距 那么这个系统按照这个曲线 这个系统的速度 肯定要下降 肯定要下降 那小于阻力距肯定要 速度要下降 那速度要 速度下降了以后 这个 我们从这个图上看 速度一降低 驱动力距就升高 那你如果一直小于驱动力距小于阻力距 它一直速度下降 速度下降 小于阻力距下降 那也就是说驱动力距大 它要下降 那达到最后达到 要达到什么呢 还要达到新的值 达到这个MD等于阻力距 在某一个转速下 某一个转速下 停止平衡 平衡 达到这个 如果撤销了这个突变 还回到 又回到原来的那个 原来那个阻力距的这个量值 它会又返回到S点 那跟这个分析过程是一样 突然我有一个突变 然后呢 又返回到这个MR这个值 那最后这个系统 还要返回到这个S点来工作 这就是这个系统 它具有字条性 能够满足这样的一个要求 能够调节它的非周期性 这个速度波动 那对于没有自调性的系统 我们可以采用另外一个办法 就是安装调速器 安装这个专用的一个调速器 我们举了一个例子 你比如说在 比如说电厂 或者其他的能源装备中间 那这样 这个系统是这样的 有工作机 这个原动机 原动机带这个驱动工作机 原动机驱动这个工作机 那工作机载荷 可能是有时候要变化的 变化 它一变化的话 那么原动机输出的转速 也要变化 要有波动 那这个工作机 它不是周期性的 非周期性的 比如说我就电厂的 这个发电机 各种设备 那跟你外边的这个 用电量有关系 对用电量 你这个没法全局去控制它 你比如说冬天 突然今天高温了 明天40度 那空调大家用的都多 第二天20几度 可能没有人空调了 那这个时候 电厂的起伏 这个载荷的起伏比较大 就引起它这个速度波动 也比较大 但这没有周期性 所以我们要一个调速器 这个工作机 就是这个原动机驱动的工作机 也有载荷 那么这调速器的什么原理呢 是这样的 这个通过一对追齿轮 追齿轮 带动一个机构 这个机构 这个杆机构 那么这个机构呢 大家看 这个机构呢 这是一个滑块 这是一个滑块 滑块呢 带着两个杆最称的 那么这个连杆呢 支撑上面这个AC 这个连杆支撑这个BD 那么这两个AC和BD 这两个杆末端 分别有两个重球 有两个重球 那这个滑块这一块 这块有一个白杆 白杆 那白杆连杆 通过这个连杆R 这个地方连杆这个 再通过这根杆6 来控制什么呢 来控制输给原动机的工作戒指 你什么戒指 它控制它输送的多少 控制输送多少 那如果我这个外边载荷 外边的载荷呀 突然的变小了 就是工作工作机 工作机这个载荷 突然变小了 载荷一变小 那驱动力 这个大于这个阻力距 驱动力距大于阻力距 那这样的话 速度就会升高 那速度升高 速度升高传过来 速度转速加快 转速这个轴 这个轴 由这个追尺轮4来带动 转速加快 加快以后呢 这两个球 这两个球 受到离心力的作用 就会甩开 甩开这两个球 这两个球啊 就会甩开 就往外 向外 向外以后呢 就拉动这个滑块呢 向上 拉动滑块 向上了以后 就带动这个白杆 向上 那白杆 这另一端 它向下 向下 向下的话呢 就控制着这个杆6 就是减少工作戒指的供给 减少供给的话呢 就是驱动力距 原动机的驱动力距 减少 外带盒减少了 然后呢 我这个原动机出来的速度呢 提高 提高了以后 把球 离心力的作用啊 转得快了嘛 离心力的作用呢 就甩开了 甩开通过这个白杆 就压下这个工作戒指的阀门 使它工作戒指给的少了 这样的话 它驱动力距就下降 最后降到它跟外力距 跟外载盒平衡为止 那这样 那反制也是一样 那这个呢 就是调速器 一种专用调速器的 它的工作原理 就通过机械装置 来实现它的非周期性的 这个速度波动的调速 那我们介绍的非周期性 这个速度波动 有两种调节方法 有一种呢 是自调性的 另外一种呢 就是安装调速器 这两种方法 这一章 我们就介绍完了 这一章的这个重点 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个呢 那是等效动力学模型的建立方法 等效动力学模型怎么建立 选等效构建 等效球 等效质量 或者等效转动过量 或者等效力 等效质量等等 有了这个以后 我们就建立这个机械系统的动力学方程 或者叫运动方程 有能量形式的 有力矩形式的 这个方程是针对等效构建 我们介绍的是等效构建的方法 来建立它的这个等效模型 以便于后面的分析 我们通过这几堂课的学习 我们可以看到 采用等效构建 来建立它的动静方程 或者运动方程 是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用等效构建 我们最后要讨论 速度波动 及抑制 那用等效构建 就很容易得到 就是安装飞轮 我们要安装多大的 转动过量的飞轮 如果不采用这种方法 或者其他的牛顿力学的 这种隔离体建模的方法 这个就是做起来 难度就比较大 没有这样来做 简单 那介绍了周期性的 速度波动调节和 非周期性的速度波动调节 周期性速度波动调节 采用安装飞轮 安装飞轮 非周期性速度波动调节 采用自调性 有自调性系统 或者采用调速器 作用调速器这样的办法 那么重点掌握周期性速度波动 它的调节方法 也就是说安装飞轮 要掌握飞轮的设计 飞轮的调速原理是什么 怎么样设计飞轮 主要是求它的飞轮的转动光量 这是这一章的主要内容 这一章我们主要介绍的是 机械系统动力学 实际上机械系统动力学 范围是非常广泛的 我们不可能通过一章 来把它介绍完 这里面推荐几本书 就是给大家的参考文献 一个是唐锡宽教授 他原来是咱们清华毕业的 清华的教授 他撰写了一本 机械动力学 这个动力学这本书 写得比较细 介绍了各种方法 动力学建模的方法 这个大家可以参考 另外还有几本 大家可以参考 在机械系统动力学里边 多体系统动力学 现在是研究的一个热点 就是多体系统动力学 那比如说我在研究 这个机械臂的多臂协调 就是多个机械臂来操作一个弓箭 或者一个对象 那这里边的机构比较复杂 比较复杂 那怎么样建立 它的动力学模型 或者一些复杂的航天器 比如说很复杂的 对接机构 我这个航天器 载人航天 要进行对接飞船和空间站 就要对接 这都比较复杂 一般我们用这个多体动力学来解决 那多体动力学 这里边给大家推荐了几本书 一个是浩格柱的这个刘兴祥 这个翻译过来了 就机械系统的计算机辅助运动学和动力学 还有休斯顿刘又武 这个撰写的一本书 叫多体系统动力学 这里边对多体进行了系统的描述 因为多体系统动力学 应该讲是面向计算机进行数值解的一种动力学方法 因为它比较复杂 解析解是不可能的 都是要数值解 叫多体动力学 我们介绍的机械系统动力学 是限定在构建是刚性的 实际工程中间也有一些构建 必须视为柔性 比如说我上次课给大家介绍的航天 航天中间它的太阳电池阵展开很长 还有它的机械壁 有的能达到几十米 这样一个机械壁 因为航天的东西 你运载上去是很困难的 需要卫星有一个整流罩 那么这个空间是有限的 所以它运上去载荷 要有一定的限制 所以很多的 比如说像集结壁 太阳电池阵等等 在设计时候要考虑减重方面的要求 减重方面要求就不可能设计的很重 所以它比较轻 那么到空间了以后 就表现出很强的 柔性或者弹性的动力学行为 那这里边也给大家 就说关于弹性 机械弹性动力学 也给大家介绍一本书 是张策教授撰写的 弹性连杆机构的分析与设计 大家有兴趣的同学 或者以后做研究生的同学 可以进一步来参考这本书 对动力学有更深层次的认识 好 这节课我们就到这